我講過這個果 就像我們所摘的一樣 其實也是因果 也是因果 你種什麼得什麼 你摘什麼得什麼 我記得好像福士有講過一句話 他是怎麼講的 要想收貨就要怎麼摘 是嗎 差不多這個意思 差不多這個意思 福士他講了一句話 要想收貨就要怎麼摘 我們學的如果是正法 你得到的果一定是正果 你千萬不要學這個邪魔歪道的法 邪魔歪道的法 你雖然學了 你也有收貨 但是呢 你將來的果 就是邪魔歪道的果 這是一定的 我講過了 你相應了佛 你將來的果味就是佛的果味 你相應了菩薩 你得的是菩薩的果味 你相應了生文 你就會得到阿羅漢的果味 你相應了金仙 你會得到金仙的果味 你相應了天人 你會得到天人的果味 你跟人相應了 你轉世為人 你轉世為人 這就是一果 你跟畜生相應了 你將來還就會畜生 你跟敵仪相應了 你跟敵仪相應了 那你一定會到敵仪 你跟敵仪相應了 你跟敵仪相應了 將來你一定變成敵仪了 所以我講過 你跟鬼相應了 沒有錯 你這一次得到鬼的幫助 也許能夠榮華富貴 生命演播 但是你將來還是得到鬼的果味啊 所以在密教有一句話講 你把師尊看成佛 你修行就會贈得佛果 你把師尊看成馬麻蝶 你就會得到馬麻蝶的果 馬麻蝶啊 你就是說 師尊也不夠是一個凡夫而已啊 那你這樣子去修的話 師尊的加持就變成凡夫的加持 我會騙你啊 所以密教有一句話 你把你的師父看成佛 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你將來修行 你就會得到佛果 你把你的師父看成普通的人 你就得到普通的果 你把你的師父看成 連人都不如 你就得到三二道的果 這就是一個 密教本身是這樣子講的 你問那個仁波切是不是這樣子講 所以誓師如佛 一定要這樣子做 說不定這個師父 只是一個很平常的師父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一個仁波切 喪師 喇媽就是喪師啦 仁波切 帶領著他的弟子 到了河邊 那時候河非常的急 哇 那個河水啊 那上面溶冰 那底下河流非常的喘急 非常的喘急 那仁波切到了這個河邊 要過河 這個上司一看 河水那麼喘急 平時都可以過河的 那今天的河水就特別的急 他就站在河邊 其中有一個很有信心的弟子 他說我頭頂的 我的師父 我相信我能夠過河 他就 哇 好像站在水面上就這樣子 跑過河了 這個師父呢 這個仁波切上次一看 哎呀 我的弟子都能夠過河 我這做師父的 弟子都過了 師父的不過怎麼行呢 結果師父走到這個河的中央的時候 就被水沖走了 弟子過了河 師父反而沒有過河 被水沖走了 這就是講 這就是講 信心 信心非常的重要 信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有了信心 才有成佛之音 沒有信心 什麼都不用談 你對自己的師父 如果沒有信心 你對自己的師父如果沒有信心 那其實也不用 不用留在 真的 真的 因為你 對師 對傳你法的 師父都沒有信心 那你對法會有信心嗎 這個佛 法 身 三個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佛法身 根本上 你的上司 佛法身 你都要產生恭敬的心 都要有信心 沒有信心 你禪定不會成 那你的這個 智慧也 也沒辦法生 這是 屬於果